2005年的一个夏天 瓜哥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新加大型国有上市公司 有多大呢 瓜哥在的是集团下属的子公司 光这子公司就接近千人的规模 待遇嘛只能说是还过得去 工资比较低 但是福利很好 比如每个月交通卡都会发两张五百 有一千块 天天打低上班都用不完 所以每个月发卡的这一天 黄牛会自动出现在我们公司门前 收交通卡 打95折还是9折收 有点忘记了 其他服装费 高温费 劳房用品全都有 过节也会偶尔发个几千 社保交的是八斤 就是公积金会翻倍 多了个补充公积金 还多了个企业年金 退休可以多零笔钱 如果瓜哥是五十多岁 在里面混混日子倒是不错 问题瓜哥刚毕业就到这里上班 那国企营以为傲的好处 瓜哥不稀罕 我要你这么多斤干嘛 你多发点工资给我才是真的 然而他的毛病却让我越来越不能冷了 那我就盘点下 这家国企到底有啥毛病 让瓜哥冷不了 一国企真的是太忙了 你们刻板印象 是不是一直觉得国企很闲啊 错大错特错 国企前面是一帮年纪大养老的 他们的工作量全压在我们新晋员工身上 比如我这部门 是隶属于业务部旗下的信息处理部 加瓜哥一共就四个人 其中一个五十多岁 以前部队里搞军用计算机的 应该说能力是有的 就是喜欢装傻混日子 啥责任都不想担 啥事都不想做 就数着日子等退休 另一个就是带我的师傅 业务能力很强 之前说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生孕 结果我进公司没几个月就突然怀孕了 你们别想玩啊 这是真的和瓜哥没半毛钱关系 然后瓜哥就面临了长达一年多孤军奋散的日子 还有一个是大我两岁的前辈 听说上头关系很硬 哈工大毕业的 业务能力不错就是人懒 啥事情都往我身上推 另外排品很差 和他打牌时总要做好随时被他骂的准备 我们公司的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五 8点30分到17点 但因为岗位问题 毕竟是业务部心脏部门 所以按照规定 四个人是轮流值班到晚上7点下班 当然忙的时候90点也正常 毕竟要等业务部能走完 周六周日肯定也需要人值班 那位老先生肯定是值不了班 因为人家很有道理 他不会这些一个人搞不定 好吧挂个无言以对 那我就帮你顶了 我师父介绍过了 几个月后就长修不来了 直到我跳槽都没有再出现过 所以身为亲团弟子 帮师父顶下班 一不龙死吧 剩下就我和前辈了 前辈我也说过 脾气不好又懒 上头关系又硬 完全无邪可击 但是起码还能帮瓜哥 分担掉几天 就是过年七天 瓜哥值个五天 他值个两天这种 你们以为这就完了 由于公司和美国有业务 所以每周一半夜 还要起来开电话会议 当然这肯定都是瓜哥的活 你们别强 瓜哥喜欢干活 不喜欢睡觉打游戏 其实到这里 也都只是我们部门自己的事情 而除了这些 瓜哥还要干另一件事 那就是兼职网管 因为公司的IT部门在18楼 业务部在一楼 业务部有300多人 这里电脑有问题 需要打电话找楼上IT 碰巧楼上的IT们 和我这前辈一样的毛病 很懒 你电话给他们 一时半怀肯定是下不来 而业务部是有部分柜台 是面向客户的 客户会等你20分钟半小时啊 所以身为业务部心脏部门 全业务部电脑水平最高的四个人 自然成了兼职网管 而四个人中 我已经是介绍过了 肯定是瓜哥 包掉了九层网管的活 所以小到换真实打印机色带 奥特洛克设置 大到消灭病毒 修改注册表 乃至系统重装 瓜哥可以说是比专业网管都专业 甚至时间一长都自带buff 他们说只要我一出现 电脑问题就自己好了 有的人还做了个护身服务 写上我的名字 贴打在机箱上 说能够避邪 电脑毛病少很多 所以瓜哥每天上班第一件事 就在纸上写上今天要干的事情 一到二时间一个个裂好 完成一项滑掉一项 但是连人沮丧的是早上列出来20条 下班后发觉变成30条未完成 要不是瓜哥值班多 完全来不及干 二外行只会内行 可能是因为我干的实在是太多了 导致领导们都不好意思 所以第二年我就被分公司 评选为年度先进员工 全公司就我一个 领导们也意识到了 业务部需要专门的IT部门 所以就提拔了我 成为了这个部门的新主管 负责组建这个新的部门 也算是升职加薪了 所以瓜哥就去买了个 Expo360租租信 而这时我的直属领导 是办公司主任 因为在IT压工不懂 却很喜欢说自己很懂的董王 董王的日常操作 就是让我们瞎折腾 比如业务部部门经理 有一天一拍脑袋 说我们要搞轮搞支 每周每个人的位置都要换位 然后问董王有啥问题不 董王懂屁啊 自然说这个我懂 IT小事情一会儿就搞定了 然后噩梦就开始了 大家没做个IT可能不太了解 公司里你要换位 不是你人位子动一动就结束了 首先你电话要迁移吧 几百人的电话 我交换就要重新挑衅吧 你电脑跟着你一起换 我IP地址要帮你改吧 由于那时有个病毒很厉害 叫ARP攻击病毒 会攻击IP地址 所以那时瓜哥业务部所有电脑IP地址 都在路由器跟Mark地址绑定 你一换工作样就不说了 各种ARP病毒又死灰复燃 不能上网的事情又大面积出现 有些同事是直接换位不带电脑的 而除了个别部门 公司内部是不允许你上网的 所以根据业务需求 每个工作小组的开放端口全都不同 这你要改吧 一个你改下是很快 那几十上百个呢 那他们能走了 邮箱是不是要跟着 奥特洛克设置你要帮他们弄吧 以前的邮件你要帮他们备份迁移吧 新的业务系统要安装吧 对你搞一台电脑是简单 问题几百台电脑呢 而且这不是一次性的 是一周都要搞一次 换你崩不崩溃 瓜哥身为主管 手下也有小弟 不可能24小时就在公司啊 自然跟办公室主任反应 这么折腾这不行 利好太大了 其他事情就不要干了 天天就搞这个得了 公司服务器备份都没时间做 办公室主任的话简直气死人 这是你工作能力问题 我只要结果不要过程 你们只要做好 领导规定下来的事情就够了 IT我也做过 没你们搞得这么复杂的 服务器备份 你们晚上加加班做掉就行了 得都怪瓜哥嘴贱 工作上没减少 还多了个加班的活 瓜哥就这么折腾了几个月 瘦了十几斤 到年底之后 年终评语竟然给了瓜哥C减 评语是上手快 业务不够精通 这水冷冷 去年还是先进 今年到你这边不及格了 而这还不是瓜哥决定走轮的最大原因 第三 对待的不公平心 当初我刚进公司 工资部门最低 我认 尽管瓜哥做的最多 但是新人呗 没啥好说的 后来你们也看在心里 给了先进和提拔 这很公平 但后面就不服气了 我被提拔后 原来空位不是空出来了吗 公司找了一个新人来顶替我 说实在的 当年我能挺下来 是蛮奇迹的 新人自然是扛不动 问题这人也很有背景 把老头调到了党支部 管理资料去了 又让上头批了两个人下来 也就是说 我原来的岗位 一下子来了三个人 而这三个人是这么分配的 我带两个 另一个脾气不好的前辈 带一个 我师傅继续请假 我要带IT部门 要带原来部门 你们说这是不是忙死了 就这么 我年终评分还是不及格 而我带的两位 年终评分A姐 这两位业务水平 真的是比我当年差远了 他们值班时 我还常常从家里赶到公司 帮他们解决业务问题 我当年可没能帮过我 这反差太大了 最后导致他们的年终奖 竟然还是我的一辈 这实在是太过于气人 所以在那年的大年夜 碰到了我许久不露面的表哥 就是从土豪同学家借我土星 带我去玩3DOBB的那个 我表哥那是已经混得很可以了 是某大国住户总领事馆 负责中方签证这块的 另外自己也开了好几家公司 做得都不错 所以很多人老说 游戏害他们混得不好 全他妈的借口 没游戏就能混好了 开玩笑 古代没游戏 不还是很多人沉迷豆蟋蟀 抽得大烟溜鸟啊 碰到表哥就随便说一下近况 询问了下有没有好的工作机会 你别说还真有 是某欧洲小国领事馆的商务领事 在招私人助理 不是领事馆的正式编制 只能算是外交官私人聘请的 如果有兴趣 他可以帮忙托人 把我简历塞进候选名单里 但面试还是要靠自己的 大概会有十来个人一起竞争 尽管表哥没法直接帮我找到新工作 但是能从几百份简历中弄到面试机会 已经是很厉害了 那还多说啥 卸了表哥后立马临时抱佛脚 准备一桌后的面试机会 瓜哥知道自己英文发音确实很差 毕竟小时候也没有哪个学校 像现在有条件请外教 来教我们英语 初中的英语老师发音 其实比我还糟糕 这里说个我们英语老师的段子 有次有个老外来我们学校交流 然后叫我们英语老师接待 他跟我们说碰到老外后 脑子一片空白 完全听不懂老外说的是啥 而且根本不敢开口 就领着老外到了校长办公室 说了句 然后老外感性之余 问了我们英语老师教什么 这句话我们老师听懂了 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教英文的 就凭他说是教语文的 所以那时候 豹子批我们只会哑巴英语 不敢开口 废话 教我们的老师都真熊样 你还指望啥呢 另外补充一句 我这年纪 有这普通话和英文水平 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你们老拿00后 10后的标准来要求我 像我两个小孩 从五岁就报课 跟着一口伦敦枪的老外 学英文了 就让从小学四年级 才正式接触英文的瓜哥怎么比 甚至我们当年中学的语文老师 上课竟然是用上海话上的 你敢信 他身为一个语文老师 普通话真的是比我都差远了 说到这 这就不得不感谢游戏了 小时候中文游戏少得可怜 大作名作全日英文 喜欢打游戏 有点追求的 要么自学日文 要么自学英文 没第三条路走 瓜哥认识的人里面 有个最屌的 是自学日文 然后去日本留学 现在在日本某大厂 做游戏美工 真的可算是游戏 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对游戏的乐情 是连瓜哥都无法比拟的 毕竟瓜哥小时候 才都要从事游戏业 直接被老爸一个耳光 就干放弃了 所以瓜哥的发音 尽管稀烂 但是词汇量和听力 还是可以混混的 玩那时玩游戏 旁边必备个文曲新后好一通 碰到重要的剧情 不会的单词 就暂停查字典 所以托游戏的服务 我大学四集 完全没看过书 都轻松通过 加上游戏里经常联机 和老外对喷 完全没有我老师这种怯场 所以这直面时 我可以说是发挥的极好 尽管商务领事和她丈夫 交流用的是他们的本国语言 但是从神态里可以看出 他们对我还是很满意的 当然对我满意的 不是因为英文 毕竟和我一起竞争的 985都好几个 名牌大学 英文专业的都有 不是211985的 好像就我和一个社外导游 社外导游的英文 你们也懂的 肯定是比我强 毕竟能用英文 来介绍名胜古迹 这想象难度就很高 所以我的英文 只能说是达到了及格线 而决定录用的是 另外两样加风向 一 我的IT背景 后面我才知道 她的丈夫是个很牛逼的人 应该说夫妻两个人都很牛逼 商务领事 以前是他们国家 顶级大学的经济教授 她老公是个神父 辉六国语言 另外还是IT大神 而我后面的工作之一 就是协助她制作个 支持名片录录的网站系统 现在这种APP很多了 但是当年他们这种一天 能收到十来张名片的人 是真的很缺这个系统 从他们处理名片的态度上 瓜哥学到了很多 比如商务领事 在每张名片背后 会写下会见这个人的特点 比如高矮胖瘦 家庭状况 孩子几岁 见面时间 聊天中的一些私人信息 而这个名片系统 就是把这些信息进行归类 她每次外出会面时 会把这个人的信息调出来 先复习一遍 然后正式见面时 会很散地说起 你女儿什么学校 几年级 学悦怎么样了 父母上次手术后 现在康复如何了 这几招下来 你是对方会怎么想 是不是觉得 对方很重视你啊 连这些信息 过了几年都还会问起 那你说 你和人打交道 是不是事半功倍 这一招也确实在 后来的工作上 帮了瓜哥不少 所以她老公听到 会Dreamweaver XM语言 并对VB Delphi 都有涉及的背景 虽然会高看我一眼 本来她是一个人的活 就可以分担一部分给我了 而瓜哥的IT技能 一路看过来的老粉们 也都知道 是因为第一台电脑 那时玩游戏 需要赚一点 汇编程序和DOS命令 导致我 渐渐地开始对电脑编程 有了兴趣 大学选择计算机专业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看中我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 那时我已经有多年 安全驾驶的驾铃 而跟我竞争的十来个人 我后面也看过他们的简历 确实很辉煌 各种奖 各种学生会荣誉 反正个个都比学渣 瓜哥强 但是会开车的反而很少 也可能夫妻两个人都会开车 一开始也没想过 弄个助理开车 结果瓜哥全能就全包了 而瓜哥比那时 同龄人找学车的原因 虽然也是受到了 赛车游戏的影响 很早就像体验下 自己开车崩驰的感觉 所以面试后 看对方的态度 尽管心里多少 还有点忐忑 但是直至告诉我 应该是稳了 最后却是如瓜哥所料 一周后接到他老公的电话 让我尽快办理理纸手续 到总领事馆报到 你们想要中到总领事馆 是不是门口戒备森严 有真枪实弹的武警站岗啊 不不不 那只是早期和中国就开始建交 而且是大国才有的待遇 像我们这种小国领事馆的门口 我们也是实际以为是走错了 在一个写字楼里 仅占半层楼面 对面还是加涉外防散中介 门口除了瓜哥铁字的国会外 给我同事说起来 其他就跟地下夜总会一样 门口也没有24小时 专门武警站岗 就是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 签发签证时 大楼物业会派起一个 专门的保安来维护秩序 而那时瓜哥还不是领事馆编制 只是商务领事 自掏腰包的私人助理 所以我的工作场所就是两个地方 一天在他的助理办公室 协助他们两人 一天在他家里和他老公 弄这个名片网站系统 商务领事助理 是个交大毕业的高材生 而且是个社交牛逼阵 基本好像在哪里都论是人 什么这检验检一处是我师妹 那个海关的是我兄弟 河水都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连那时很抢手的F1赛车门票 他都能马上搞来很好的位置 但是这种很会来世的 你们也知道有个毛病 就是不喜欢按流程走 喜欢开后门找关系 你找人帮忙 对方也肯定要找你帮忙 人都是相互的 除了你爸妈 没谁会单方面无私奉献对吧 于是找他来搞签证的人 自然就很多了 时间一长签证处 看见他就像看见苍蝇一样 连负责签证的副总领事 都不太待见他 当然他介绍的人里面 愚龙混杂 有些也确实不像样 想反正认识的人走个过长 举止行为确实不太尊重人 咬着口罩膛来面前的游 不脱帽子戴着口罩的游 说话鼻孔看伦的游 有次一个负责面前的老外 实在是受不了了 砸开他罢工室 大骂了他一顿 当场给他介绍过来 两个人拒签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弄得商务领事一起尴尬 由于领事馆专职司机 也就两个 所以商务领事 经常申请不到领馆车辆 那时瓜哥就会化身司机 和他一起出去 他的座驾是辆顶配的奥迪Q7 怪有黑色的领事馆牌照 这牌照瓜哥要介绍下来 它有些特权 你们应该不是很清楚 它可以无视交通规则 就是理论上 从此瓜哥可以无视红灯 任意穿行 偶尔逆个行操个数 都是允许的 停车时想听哪就听哪 瓜哥尽管本人不太情愿 但商务领事赶时间来不及时 确实会让瓜哥这么干 读者这本杂志你们看过吗 瓜哥小时候每期必买 看到连外交官们都这样子 所以大家和瓜哥一起划掉 这第一条 老爱素质高 人人都很自觉遵守规定 这项读者老公之定理吧 瓜哥是个时间观念特别强的人 比如说好12点碰头 我肯定是会找到的 这也是因为受到了读者的影响 他从小告诉我 欧美人特别遵守时间规定 每次约好时间都只会早到5分钟 瓜哥做不到这么精确 基本上会早到个十来分钟 但是你看到我前面也说了 商务领事一直让我在赶时间 来不及开会 就知道这点读者也夸张了 因为商务领事 我可以负责任的讲 识次有8次参加会议迟到 瓜哥帮他开车 永远都是神经紧绷症的状态 赶时间 靠游戏地练出来飙车技术 这一刻真的是秋名山车神附体 现在想想常常冷汗一身 万一要是撞到人 外交官可以拍拍屁股跑路 瓜哥不被害惨 好在这么多年游戏没白玩 换了个普通司机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干不来 而瓜哥也同样吃过药 有次他让我晚上10点 去一家酒吧门口接他 瓜哥9点半就到了 等他的时候发过两条信息 得到指令就是马上就下来了 结果瓜哥从10点等到了凌晨4点 接到轮后和他在一起了 还有个男的 这个男人其实也是之后事件的伏笔 上车后知道我等了很久 还从我称赞到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 得拍马屁还是老外会拍 路级全没了 等全送完回到家里 隔壁小孩都准备出门上学了 所以第二条 欧美人时间观念很强 这一条麻烦情跟我一起划掉 我可以说这领事馆里 时间观念最强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领事的商务助理 公司上会陪着他跑 平时翻译工作也是他做的 而私事很多都是瓜哥陪他和他老公出去办的 这时候瓜哥就化身为翻译了 陪他老公处理过车辆事故底赔 真的翻译难度极高 不是瓜哥乱七八糟词汇量多 就算是你八级都不一定考得定 当中瓜哥实在是听不懂 翻译不出 就靠听懂的几个单词开始自己套 翻译不出就开始自己编 最后竟然没人发现 门混过关 等这一刻办完 我都想给镜子里的自己磕个头了 瓜哥你实在是太牛逼了 这一刻我想起了电玩店的乌兹老伯 他耳朵听不见读唇语 是不是也像我一样 有很大部分靠冷脸表情来猜测意思了 那时我在领事馆里的工作大致如此 还有些文档翻译 字要收集啥的钱不多说了 后面会提到 我们转到他神父老姑娜 毕竟对比商务领事 他老公和我相复的更融洽 为啥 因为他和瓜哥一样 非常乐中于打游戏 商务领事住在上海满偏的地方 房子很大 家地下室有四层 面积瓜哥估算500平米应该是有的 外面有个很大的草坪 房子后面是个鱼塘能钓鱼 市价当年有个几千万 现在估计可能上亿 这房子也不是他们买的 是领事馆出钱租的 那时一个月租金 我记得是10万人民币左右 然而准栋房子 最吸引瓜哥眼球的 不是室内那富丽堂皇的装饰设计 而是银食那一排排各种游戏机 和游戏卡带光盘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 正版游戏的瓜哥看啥了 神父看我表情 就知道我肯定也是懂行的啊 不懂谁会知道 这些游戏和游戏机的价值 所以立马和我聊了起来 一聊发觉 瓜哥的游戏年龄也不短啊 都快改善他了 不管说什么游戏 瓜哥基本都能接上 当场决定 从此以后 瓜哥的工作 就多了像陪他打游戏 所以在这儿别墅里 瓜哥的主要工作 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作而制作 名片收入网站系统 二教他简单的中文 他教我点他们本国的语言和英文 三和他一起打游戏 四看护他的三个熊孩子 对的 商务领事有三个孩子 由于是高福利国家 他们生孩子有补贴 一个孩子据说 他们国家到18岁前 每年补贴 换餐下来 大概有7万人民币左右 所以读者当年乱吹什么 日本夏里印 德国下水道 能喝的马桶水 赚美风都找不到重点 生个孩子每年送7万 光这一条 就秒杀国内福利了吧 而且有理有据 何必像现在被揭穿 狂打脸了吧 和神父玩游戏时 我们也聊了很多 知道像他这种 四十多岁的玩家 在欧美很正常 当然现在瓜哥也四十了 好像现在国内 开始普遍了 我看看粉丝年龄构成 超过四分之一的人 四十岁以上 瓜哥都要改名成为瓜弟了 但是在二十年前 你如果四十岁还在打游戏 那在社会舆论上 估计要和废物 画等号了 当然最重要是 受到了神父的影响 我的观点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 从他口中听到了不少 全世界游戏制作人的故事 知道游戏制作者们的艰辛 加上那时候瓜哥收入 也增加了不少 三百到四百的正版游戏 其实已经是完全能接受了 但是人的观点怎么说呢 习惯了二十年免费的国内玩家 转变去付费 肯定是要有个契机 而没多久 这个契机就出现了 SE竟然把FF13给中文化了 瓜哥从小玩FF长大 中文化的FF只有在梦里见过 这次是索尼初前帮SE汉化 可见那时买正版的 中国玩家数量已经是不少了 连索尼官方都开始重视 PS3上的第一二方游戏 全都有官方中文 因此瓜哥也开始入手了PS3 开始了全正版的游戏生涯 以前瓜哥也买过不少正版 但大多数还是PC游戏为主 价格大多集中在49到199 最坑的就是有一次 300多买了铁血联盟 在门口被人骂傻子才买正版 PS3之前 瓜哥主机上买过的正版游戏 真的是屈指可数 给商务理事做私人助理的时间 其实并不长 满大满算也就半年 半年后 瓜哥竟然神奇的混入了领事馆编制 得到了一份无固定支线合同 也就是大家口中所称的永久合同 当然严格意义上 这并不是终身制 但是一般只要你不做死 不犯啥大错 每年是自动续签的 那瓜哥是怎么混进去的呢 那就要从头开始说起了 我们虽说是总领事馆 但是国家小 一共才20多号人 这里稍微科普下 看大家给瓜哥的留言 发觉很多人分不清 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区别 实际上从行政等级上来讲 大使馆最大 代表是整个国家的利益 租牌点是所在国的首都 而总领事馆的行政级别 比大使馆低级 但是能管辖几个领事辖区 领事馆则只能管理一个领事辖区 瓜哥所在的就是住户总领事馆 这里面像瓜哥这种 中方合同制员工 占据40% 还有40%是合同制的老外 15%为实习生 所占比例是和老外对半开 中方实习生 大多都是些交大和复旦人 有段时间 瓜哥负责管理他们 其实压力蛮大的 毕竟瓜哥时间都用在打游戏上 读书只能说还能混混 搞了个垃圾一本 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整个领事馆里真正具备外交官编制的只有三人 分别是我的老板 商务领事 副总领事和总领事 商务领事我之前介绍过了 是他们国家顶级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年轻有为才40岁 他的神父老公比他小两岁 副总领事是个60岁的小老头 找了个小他20岁的中国老婆 生了两个十来岁的儿子 据小道小说说 他和他老婆是在酒吧认识的 8090年代的中国和海外差距实在是太大 我爸80年代到泰国曼谷时都被震撼的不轻 而欧美发达国家和我们国家的差距简直堪称绝望 所以那时的上海有非常多的女孩子 经常出入各种酒吧专门去调老外 幻想着改天换命 副总领事老婆应该就其中成功的例子 当然这一套放以前可能还会有点成功率 毕竟那时能来中国的老外 大多数都属于精英阶层 以投资经商政府官员居多 现在跑来的多些外教模特 穷游打零工的洋垃圾泛滥 你再像以前那种调法 只能被当作一z勾倒贴了 总领事是个60多岁的帅老头 一头银发西装鼻挺非常有风度 老婆是他们国家的心理学博士 由于老头年轻时在北京留过学 所以能说一口略带口音的精英骗子 夫妻两人都非常喜欢中国 尤其他老婆曾经和我们吐槽过 搞不动上头在想啥 老郎中东这帮莫哈莫德·路吉 这帮人有什么用 又蓝又蠢还把治安搞得乌烟瘴气 说多录几点中国人那该有多好 说中国人勤劳又聪明 巴拉巴拉省了一百字的优点 反正当时说的瓜哥有点扛不住了 这句话话问到现在是多么的大逆不道 政治不正确 再如今欧美传出去 肯定能让她老公引咎辞职 这老太太当时最遗憾的一件事 是没在上海买房 说来之后就看着她一步步转上去的 其实现在回头看看 那是买其实也不算高位 只不过很明显 她的想象力还不够丰富哈哈 领事碗构成大致就是这样 一共就20来号人 但很新奇的是 整个领事馆没有一个专职的IT 官方的IT是一个 他们本国外交部的印度老哥 一年大概来个一两次维护下 平常的电脑问题 他们找了一个私人的个体户外包 其实也就是副总领事老婆的 一个眼方亲戚 由于这家伙身高一米九 腿特别长 我们上海话就叫她赏钱 一般女友是打电话给她 快的话几小时 慢的话第二天赶到领事馆 进行维修处理 而好巧不巧的是 我们领事馆是要面对客户的 对的就是要和办理签证的人打交道 更早些的时候 领事馆都是潮难做 如果他们系统或者电脑有问题 那就少开个对外窗口 反正一天就两个小时 收发签证材料 多收少收一个样 过了时间你来不及 那就明天来 明天没轮到就后天来 反正也不把申请人当人看 等我进去干活时 已经不是这回事了 有个气不过投铁的申请人 竟然写信投到他们国家的外交部去 而外交部把这件事很大回事 当然也不光这回壮实的功劳 也跟我们国家实力有点关系 当时他们国家还是非常想和中国搞好关系的 那段时间美国不是正好次贷危机吗 连完兄弟都倒了 总领事老把中国GDP 马上超过美国挂在嘴上 搞得我们都凌乱了 你们老说今美今日 今中你们不太见得到吧 我们总领事就是 受到外交部的压力 副总领事开始规定了签证部 每天最低审核签证的数量 这还尼玛得了 本来就两个窗口 因为电脑问题只开一个窗口的话 你做到死都玩不成任务 所以你猜怎么的 瓜哥在领事馆做事时 有几次就顺便秀了把IT技术 给他们解决了几次电脑问题 尽管全英文的界面操作系统 稍微带了点障碍 但熟悉后 其实比我上一副工作简单了太多了 毕竟人少 系统简单 领导也不折腾 就这么一来二去 我和签证部的关系就处得很融洽了 有时他们实在是忙得飞起时 我也会客窜收发签证 陪老外给申请人面签 做个翻译啥的 但这并不足以让我进领事馆 毕竟商务领事一家门 也一时半会离不开我 最大的一个奇迹 是在几个月后 来自外交部的一个电话 说有人反应 领事馆电话老是打不进去 这一点确实和签证部有点关系 但不是主要矛盾 每天下午 签证部有两个小时电话咨询时间 他们有时是会故意不把电话挂到机位上 造成电话忙碎中 哈哈 现在想想都蛮缺德的 但签证部就两部电话 这么高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主要问题并不是在这 于是副总理是找来了嗓机IT 你们也知道 一般IT很少会涉及电话交换机相关的知识 这自然是强能所难啊 听了问题后 他脑中出现了经典的哲学三问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里 而印度23你们也知道在他们自己国内 飞过来还是有点麻烦的 关键我估计这家伙也不一定懂 嘿嘿 没错 正是在下 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办公室主任拿换位留令我的事情吗 由于换位涉及到电话 瓜哥不说多精通吧 起码基本的原理挑个线 看个线路还是蒙尔青的 于是跟长脚一起先哥哥的去看交换机了 等大家看了半天一头雾水时 瓜哥已经知道问题所在 当然瓜哥也不会直接告诉长脚 让他去邀功 等他摊牌搞不定时 我敲开了副总领事的办公室大门 其实这问题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领事馆电话总线路一共有6根 全领事馆20个人 假设每台办公桌一个电话机 一共20台电话机 但只有6根线路 所以只能支持6个人同时使用电话 有人说为啥不搞20个电话线 兄弟你这么搞 瓜哥保你开公司活不过3个月 而且瓜哥不说 副总领事还压根不知道 领事馆一共拆6根总线路的事 而无脑让副总领事加钱加线路 不就体现不出瓜哥的专业价值了 所以瓜哥也给出了最省钱的解决方案 这6根线路都是双向线路 通俗地讲就是支持电话播出和接听外部电话 而懂点相关支持的朋友应该也知道 电话还有单向线路 所以瓜哥给出的方案就是 加两条单进单出的线路 并把云南的线路也改成单向的 改造后领事馆的线路就是四进四出 一来限制领事馆内乱用线路聊私事的现象 二来也让来电线路得到解放 老头一开始听瓜哥说的还觉得蛮玄乎的 半信半疑 而我为了让他赞同我这方案 出了一个超级大的牛逼 So trust me, this is my special 偏袋说俺们大学就是学的这个 听到老头直出大拇指让我go ahead 这套方针下去效果确实显素 老头这事解决后还接到他们外交部的邮件表扬 之后好几天看到我救出大拇指 拍着我的肩膀露出慈父般的微笑 这件事过后几周 只是我也和神父基本完成了名片网站系统的开发 突然有一天商务领事神秘兮兮的问我 是不是想在领事馆里面工作 如果想的话他帮我搞定 说到这瓜哥又是吃了读者的脑亏 他从小就告诉我老外心知口快 没有中国人这么多信念 这帮编辑真的是糟老头坏得很 所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一直是误以为商务领事提拔的我 为了他我真的是把新包子都给掏出来了 也为之后我离开领事馆 满下了导火索 当时我为了感谢商务领事 卸决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还买了差不多两万块钱的东西送到他家 商务领事来这么一出 主要是为了拉拢了心 因为几天后就成为了副总领事助理 在很多事务上已经有了不少的权利 除了负责IT 签证 财务 海关 退税 管理实习薪等一部分相关事以外 还要负责领事馆的部分采购事项 一时期间 瓜哥成了领事馆的香伯伯 你想领事馆外交官一共就三个 其中两个可以说是瓜哥自己人 而总领事认期也只剩下最后一年 认期结束后准备回国 担任中国关系研究院院长 所以已经成了一个老好人 对谁都是好好好 您说的对这种 还和对待其他中邦员工不同 副总领事还从领事馆经费内 划出了一笔预算 专门给我提高英文水平 这个瓜哥之前也讲到过 请了一个加拿大老师每周两天 下班后在领事馆里一对一教学 搞得瓜哥本来地道的上海英语口音 还加上了加拿大乡土音 再配上印度阿三的独特语调 因为毕竟负责爱记了 和阿三对接也自然是我的活了 然后领事馆呢也有中东一 越南一 日本一 韩国一 所以很多观众吐槽 瓜哥发音是哪个乡辖地方的 其实也没错 这班论其实都有口音 英语只不过是他们的第二和第三语言 其中日本一由又和我走得比较近 我说他的影响最大 这日本阿姨那是39岁 小时候跟着母亲改嫁了 而他的养父住在他们国家满乡乡下的地方 条件也不是太好 他跟我们说 他们一年也就一两次下馆子 除了他们本国馆子太贵 他们住的太偏的原因外 讲到底其实也就是国外的穷人 然后读者给瓜哥造成的第四条刻板印象也破灭了 说好老外没有地狱骑士 人人平等的呢 结果瓜哥好几次听到他们在背后嘲笑他乡下口音的事 领事馆司机和我闲聊时也曾经告诉我 他们确实在心里不太看得起他 而造成这印象破灭的还有一件事 比如我们签证簿审核材料时 拒签时会把这些人的材料给挑出来 这本来也是件公事公办的事情 结果有好几次 副总领事专门让我把有上海户口和有上海房财人给挑出来 说就让他们直接过 尽管没说原因 但这就是典型的双标啊 所以大家都是人类 闲贫爱富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们受的教育多点 表面功夫做的更好点 真像说上谁的那样的话 美国现在的种族矛盾也不会这么严重啊 说到这又不得不提下商务领事的变脸功夫了 他每次看到别人都会表现得非常热情 满脸洋溢着微笑 但是有好几次让瓜哥见识到真正的变脸技术 脸部表情的变化简直惊悚 第一次看到真的是吓死瓜哥 转身前的热情洋溢和转身后的满脸嫌弃 瓜哥不光之前没见过 就算到现在都没在其他人身上见到过 所以他家的宝洁阿姨突然打电话来问瓜哥 为什么莫名其妙辞退他时瓜哥一点都不意外 尽管前两天阿姨还让他老公骑速通车赶了20公里路 帮商务领事把遗留在家里的材料送到领事馆 说这两天还一直对他满脸微笑笑口称赞的 这怎么就突然要换人了呢 这自然是阿姨没看见商务领事之前转身后对他嫌弃的表情 其实商务领事早就对他不满了 有时他回国度假时还把他房子的钥匙给了我 说让我有空去他家里帮忙喂瞎猫 他之前其实是让阿姨每天去喂的 结果发觉每次回国后 猫都会离家出走一阵子 于是就让瓜哥每天挨围 好了这下破案了 听天喂的结果就是猫老老实的带到他们回国 所以也因此知道了阿姨之前不老实偷懒的问题了 但表面上他还是一切造就 死就前一天还在给阿姨说的大拇子说 我要当Excellent 也确实够隐冷了 说到喂猫要让大家跟着瓜哥一起划掉读者的第五条刻板印象 老爱都注重环保 因为他们回国了半个月的时间 整个房间所有空调和灯都24小时开着 这让从小出门随手关灯 购物塑料袋二次循环 当垃圾袋用的瓜哥实在是接受不能 说到环保呢 怪不得中国身为世界工厂 人具二氧化碳排发量只有他们的几分之一 原来问题出在这儿啊 但不管怎么说 进入编制的瓜哥迎来了非常爽的一整年 加上我表哥毕竟名声在外 没多久我是他表弟的事也被我几个中国同事知道了 原来我表哥和他们都熟得一弊 被他们说起来 我就是他们自己人 其实我哥当初托人把我简迹塞进去 早的就是总领事助理 他本来就认识我哥 但是担心我只是个开后门的蠢蛋 到时出事怕连累到自己 一直就装没这回事 现在看到我稍微昏出了头 他也就摊牌了 所以人都很现实的对吧 你会不好 爹妈可能都要嫌弃你 更别说同事朋友了 但是好景不长 总领事任期终究还是到了 新任的总领事是个金发碧眼高个的40岁女性 之前是驻美国大使的秘书长 现在到中国来当总领事也属于高升了 关键也才40岁 一句年轻有为已经是不能够形容她了 但本来很和谐的办公氛围 因为她的到来开始混沌了起来 她和商务领事都有个共同的毛病 就是很强势 以前两个老头都属于语书无证的老好人 只要不侵犯到他们自己的利益 外交部不发照会来找他们麻烦 用现在的话形容起来就是都很佛系 商务领事要开个后门 搞个签证 弄个经费 真的是别太简单 毕竟她是做招商引资的 牵线搭桥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 请客吃饭都是避免不了的 之前总领事毕竟中国待得长 懂点中国的为人处事 这个新来的老板娘一直待在美国 对于中国不说一点不懂吧 那也属于一窍不通 而且性格上 她也属于很难打交道的那种 随个中文一个月就换六个老师 可见一般 商务领事的涵养功夫 总领事是一点都不具备 不开心直接脚踩李子口吐芳芳 给高情商的说起来 她符合读者之音中 老外心智口怪的刻板印象 而让地情商的瓜哥来形容 那就是有点像哈士奇 完全颠覆了瓜哥 对于国外外交高官的印象 和之前总领事 永远那副风度翩翩 汶汶而言的样子 完全属于两种神物 瓜哥到现在都没搞懂 他到底是怎么爬到这么高的 还是美国大师重口味 喜欢这种硬核的秘书 几次撕破脸后 这两都不是省油灯的老阿姨 终于掐起来了 这时候就是面临选择派系的时候了 你们也都没有想到吧 有位办公室斗争文化只有中国有 反正瓜哥当时是没有想到 领事馆李进来也给我来这么日出 理智上来讲 大家肯定会说 选择和总领事在一起 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 商务领事怎么想都是不可能赢的 而且总领事一开始也拉拢过我 给我花了很多大饼 比如任期满后 带我到他们国家发展啥的 但该死的是 那时候一直认为 瓜哥能有今天的地位 是商务领事的手笔 那该死的浪漫主义情怀 所谓义无反顾的站在商务领事这边 说到这浪漫主义情怀 其实也是败独得所赐 说两个美国建筑工人 高空作业出事了 全叫在半空中 但绳索的强度只能悬挂一个人 其中一个年长的对年轻的说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等着我 于是那个年轻人朝他点了点头 就直接放手摔了下去 文章的结论就是高度赞扬了 美国人民的高尚情怀 现在看看这你妈 哪个小悲三写得不录留的小作文 但中爱时期的瓜哥很向往这种 舍己为人高尚的美国情怀 尽管瓜哥没文章中这么极端 但确实被他影响了我部分人生观 就连现在瓜哥都喜欢 悲剧英雄主义的小说 所以当时就选了一条 名字死路一条的道路 可见童年的印需要一辈子去偿还 自此除了副总理事照样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还有几个躺平殃老的 大家都被分成两派 其中最恶心的就是那个韩裔的 你知道他拍马屁拍到什么地步吗 周六周日跑到总领事家里帮他带小孩 而我们领事馆有一个司机 为了拍这个韩国女的马屁 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带早饭给他 一年带了好几年 也属于满拼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司机 平时和我走得近关系好 他还是认为司机是我们这一派的人 直接停了司机的加班费 说我们领事馆给司机的待遇太高了 每月收入这加班费都已经过万了 08年这收入却是超过了同行一大截 像隔壁的印度领事馆 招的司机是500美金一个月 但奇葩就奇葩在 棒子没有选择拉数据列表格 来让大家幸福 而是半开玩笑半大跟总领事说 你看司机天天买早饭给我 明显是减给多了 事后我说给司机听 他脸都气歪了 这韩国人的脑回路我也是服了 但不管怎么说 商务领事对比总领事来讲 更会拉拢人心 我们阵营虽说一直被动挨打 但是人数反而是占上风的 但坏就坏在 总领事并不是点到为止的人 年轻人开始不讲武德了 开始直接动了 首先从实习生这开始动刀 由于中方实习生就是我在管的 所以全部走人 当然外国实习生也走了一批 新来的这批实习生就全都交由高利棒子管理 IT方面为了封掉我的权利 也找回了嗓接 重新对IT进行外包 嗓接这次也学乖了 专门找了一个人就住在领事馆附近 保证第一时间赶过来 采购的权利也给棒子全部接手 银行及出纳相关的业务 就交给了一个中文还不错的越南一同事负责 除了签证和海关 就快因为有副总领事罩着 暂时还没事 但总领事早会长脚 本身就是为了给副总领事老婆示好 副总领事尽管很欣赏信任我 但是老婆一直在枕边吹风 时间长难免会受到影响 在解决完实习生后 总领事最终还是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大家应该都知道 领事馆总体上还是属于满铁饭碗的 做个几十年很常见 像我哥到现在做了三十年了 瓜哥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领事馆会主动开出人的 结果这次让瓜哥赶上了 总领事分歧来连自己都砍 由于商务领事在能力上确实出众 他到来后为领事馆创造了不少收益 所以商务部一直在扩充着 最底薪的时候已经有六个助理了 原来交大射牛也成了他们的头头 所以总领事的第二刀 就是伸向了这些新招来的商务助理商 两个月就砍了三个人 用到外交部都打电话问副总领事 所以你们是怎么搞的 几十年都没见开出一个 怎么现在开出这么多人 本来瓜哥还以为外交部来过电话后 总领事会有所收敛 没想到后面他变本加厉 把商务部一下子干到解放前 还换了商务总领事最喜欢的司机和宝洁阿姨 这就很恐怖了 加上实习生 原领事馆接近一半人都被换了 瓜哥开始慌了 尽管商务领事赞成保证说他会造成我的 但还是有两件事压垮了瓜哥 让瓜哥不得不自行退路了 一是我无意中发觉商务领事助理 就是那个射牛已经叛免革命了 问啥这么说 有次他打个电话来问我 说他家有一台游戏机 盗版游戏没法运行 是怎么回事 这一听不正装瓜哥真专业的墙口吗 我那奥地利的堂弟还活着的时候 不就是因为瓜哥寄了一大碟PSC盗版游戏无法运行 自己有够汉金芯片的吗 于是就跟他说找个游戏店 装一个破解芯片就搞定了 这事瓜哥一开始没多想 结果后来和新来的那个总领事司机闲聊时 得知正是他开着车 带着射牛一起给这台游戏机做破解的 而这台游戏机下下就是总领事儿子的 他儿子的游戏机都能叫交大射牛帮忙解决 这你妈关系到哪一步了 已经不用多说了吧 第二件事就是商务领事出轨的事情曝光了 就是瓜哥之前挖的坑 等到凌晨4点酒吧街的那个男人 商务领事自己有三个孩子 对方也有两个孩子 这真的让瓜哥这种热带点精神洁癖的人看不惯了 太你妈不服责任了 最恶心的是 他老公是为了他放弃工作事业陪他来上海的 而他像是施舍一样 给神父安倍到拼头公司里去上班 每天他老公还要装没事一样和拼头点头打招呼 这已经不是一句人品不行能形容了 想为了这么一个婊子压上整个职业生涯 瓜哥真的是想损损的凑自己两下 到这瓜哥已经完全上市坚持下去的动力 开始左手后路了 领事官这工作怎么说呢 收入其实不如大家想象的高 当然比社会平均工资还是高不少的 主要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休假多 工作时长短 周一到周五 九点到下午五点 准时走人 除了迎接大人物基本没有加班 瓜哥就加班两次 一次是首相要来 一次是卫生部长要来 一年的代薪休假有20天 关键除了中国国定假日你能休息外 连老外的圣诞节复活前你都能一起借光 而且他们也不搞什么国定假日调试准恶心人的玩意 讲道理确实很爽 但是领事馆里很多同事也同样说过这么一句话 这里更适合那些追求稳定舒适的混一下 但老实说 现在像我这种三甲板在领事馆 就没啥舒服都可言了 不但看不到未来 连最起码的稳定性都不具备了 毕竟总领事刚来一年就这么折腾 还挺四年 怎么看也是商务领事任期间到先走人 而且他的人品 我觉得信他还不如信三甲真思 生活危机不会跨平台呢 于是几个月后 找到下家的瓜哥 正式提交了离职报告 走的那天 副总领事还带头买了两个蛋糕欢送我 可是要是总领事和商务领事 这两人都没有参加我的欢送会 日本一那个同时 我走的时候还看到他偷偷的抹去眼泪 在相互征重告别后 瓜哥朝众人挥了挥手走出了办公室 在领事馆大门口 我身上的吸烈口气推开了门 走上了外面的新世界 年轻人出币 快乐 前轻人出币